今天我們要去武嶺 作曲 李宗盛 請到第二張貼紙上架囉 除了Yoyo之外 現在還有我就舉白 適合最舉白的你 購買連結會放在資訊欄 還有置頂留言喔 我是魯特 哇今年才一開始就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跟以往前幾年非常不一樣的氣氛 溫度可以說是寒流一波接著一波來 絲毫不給人休息的時間 不過雖然寒冷 但今天我們還是一如往常 準備騎車去追雪 其實說來也有點慚愧啦 因為在從1月初開始 各大山區就已經開始下雪了 不管是太平山 拉拉山 甚至是陽明山 更不用說離台中最近的河帆山了 可是魯特卻沒有一開始就衝 事情還沒忙完 真的衝不太下去 最後在昨天晚上 為了不讓年底的自己後悔 終於下定決心 痛定死痛 直接衝去買了保暖裝備 讓自己沒有後路 裝備都買了 一定也只能衝一波了 一早 其實也不早 在家裡搞到了8點多 才準備出發 今天的路線很簡單 直接從台中騎136到南投 然後騎著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台式是甲 目標是武嶺 所以這趟行程可以說是一日武嶺 熟悉卻又陌生的一次行程 在市區加滿油之後 接到了136線道 一早的溫度就滿低的 不過看得出來天空非常的藍 很清澈 是個萬里無雲的好天氣 騎著136接到台14線之後 很快的來到了國道6號的普利端 聽了一下 每次要上武嶺前 我都會停的全家 也在這邊 和今天要一起同行的夥伴會合 欸唷 今天我們要去 武嶺 今天是寒流的最後一天 然後想說 因為上個禮拜還有上上個禮拜都沒有去追個學 所以今天我們要去追學 然後今天跟我們一起同行的夥伴是 Yo 自我介紹一下吧 你今天騎車了嗎 呵呵呵 不是那是大鵬 喔 大鵬又放鳥了 這位是那個 James哥 極限專賣的James哥 然後昨天 臨時下午決定 原本是講好玩的 說什麼欸看學啊 對 結果看一看只剩我一個人來 幹 呵呵呵呵 最猛的是 他有兩台CB300 然後 他今天騎BJ啊 到底是哪有問題啊 因為為了搭配你的橘白 因為VCR也是橘色的啊 對 可以可以可以 好不好 給過給過給過 然後聽說現在在淵風上面就會被懶了 嗯 不過那邊有接駁車啦 我也不確定上去了之後 到底是會停在那邊還是怎樣 對 如果希望可以的話 坐接駁車上去啊 呵呵呵 當然是可以騎上去是最好的 啊如果不行的話也沒關係啦 如果不行的話走路上去啊 不行的話聽說走一個多小時也是可以到 對 好我們現在等James哥吃完他的早餐 這件普體鹹油條 一定要來輸 呵呵呵 你是看他那一片吧 那你有去 那你有去埔里的全臉嗎 因為他都會去埔里的全臉買肉啊 呵呵呵 好啦大鵬哥我現在又在埔里了 我好想你喔 可是沒關係你又放鳥了 今天就我和James哥自己去啦 掰 喔對了 然後剛剛忘記講到 我今天穿超多衣服的 這裡是一件 這件就是北臉的嘛 然後它是防風的加羽絨的 然後裡面在一件 UNIQLO的背心 背心的時候是一個 這個應該叫棉梯吧 棉梯之後呢裡面還有一個 它叫發熱衣 發熱衣裡面還有一件內衣 大概穿了六件吧 戴了這個手套 這個手套是我昨天去保牙買的 戴上去之後呢 幹我全身都在流汗 超熱的 然後我褲子也是 褲子穿了307P的防摔褲 然後裡面呢 在這邊脫有點不好意思 先不要脫好了 裡面呢是一件內搭褲 第一件內搭褲是刷毛的 內搭褲裡面呢 再一件內搭褲 也就是說我穿了三件褲子 然後襪子呢 大概到膝蓋的吧 到膝蓋 到這邊的那種 踢足球的那種襪子啊 以防說太冷 為了怕在這邊太熱 上去的時候 突然太冷 會適應不了 所以我又帶了一件 帽提 背包裡面再帶一件帽提 因為如果在這邊 已經適應那個溫度的話 上去太冷的話 這樣也會受不了 所以追雪的時候 裝備還是要齊全 騎一三六過來的時候呢 完全不會冷 狀態是非常好的 GOGO 頭套也買了新的 因為舊的那一個 我買成涼爽的 然後冬天騎車的時候 太涼爽了 超冷的 新買了一個這個 它可以塞到脖子 以上的東西 全部都在寶雅 就可以買得到了 寶雅是你的好鄰居 GOGO 與James哥會合之後 我們也正式往武嶺前進 剛剛有說到 目前在淵風是有管制的 在追雪前 務必務必做好萬全的準備 先上網查一下當天的管制路段 在臉書上搜尋 中橫路況交通分享網 就有行車資訊了 從哪裡開始管制 也寫得非常清楚 免得上去了發現進不去 真的會很掃興 而今天 因為只能騎到淵風 之後的路面狀況 就不是那麼的好了 所以在山下也做好了 上山後要步行的準備 而這次追雪的時機點 很剛好的就是 在下完雪的兩天之後 算是一個剛好 在最好的時機上山啦 因為柏油路面上的雪 差不多榮光了 已經可以供車輛行駛 但是山壁旁、樹梢上 甚至整個山頭 都還是處於被白雪覆蓋的景象 正剛好可以堆個雪人 順便拍一些假拍照的時刻 而裝備的部分 魯特都是前一天到寶牙買的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在山下的溫度 和山上的溫度 還是差蠻多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在包包裡面多帶一件厚一點的衣服 先不要穿 就帶著就好 以防上山之後 溫差沒有辦法適應 比較保險 而保暖衣物的穿著大概就是兩個重點啦 一是保暖 二是防水 保暖的話就不用多說了 穿的暖就對了 不過這方面算是蠻主觀的 像我就比較怕人 所以真的穿的蠻多件的 防水的部分 可以穿個防水外套 或是帶件雨衣 基本上防風防水就可以了 而身為一個騎士 魯特覺得 手套真的超重要的 只要手暖 全身就暖 所以遇寒手套 魯特是覺得必備的啦 在寶牙買的遇寒手套 溫暖是很溫暖沒錯 不過在一天騎乘下來 我覺得他的缺點就是太滑了 因為掌心的部分沒有做止滑的 所以如果想購買的朋友們 還是斟酌一下 最後一點 就是如果山區起霧了 那個溫度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這時候 真男人不是不穿雨衣 而是為了讓家人 讓朋友安心 反而要把雨衣穿起來 因為周圍的溫度已經夠低了 加上起霧 哪一種體感溫度會更低 如果失溫了 是很恐怖的 在這一點 魯特也在這邊 很震驚的呼籲大家 當個負責任的人 從台14線我們出發之後 一路向上 在騎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過了清淨 停在了一個 我從來不會停的地方 那個代單眼來的男人 聽說你五年前也來過 2016年的霸王級寒流 對 那時候人超久 那時候人都是新竹市 都下邊線 然後山上堅持都下去 聽說台山也有下 有 對就是只要靠山區 然後海拔也不用太高 這會下 石潭那時候就有下 對石潭那時候 可是那時候我還沒有 你在幹嘛 那時候好像還是打電動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天氣人就是要出來騎車 不要再宅在家裡了好不好 快出來好嗎 對美 走了啦 我現在停在一個 平常我不會停的地方 台14甲12公里附近 平常都不會停啦 因為過去嘛 就直接上武林了 然後因為這邊平常也沒什麼 可是這次我停在這邊 原因是因為呢 那片山頭真的超漂亮的 下面是山嘛 綠色的 然後它有一層漸層 往上到最山頂的時候是白色的 其實在從埔里 要上來的時候 隱隱約約就看得到了 上來這邊的時候 一開始其實還沒有 那麼注意到 不知道到哪裡 應該是在過小瑞士花園之後吧 突然你就會發現說 怎麼有一個東西好像反光 然後一直閃 閃到我的眼睛 然後不是情侶 是山頭 蠻適合單身狗來的好不好 來這邊也被閃 沒關係 超漂亮 那一片這一片 真的超漂亮的 然後上面有雪 現在這邊停一下 等一下我們準備 繼續往冤風前進 聽說冤風是有管制啊 目前小哈 哈哥人已經在上面了 所以我們就上去 他說沒管制 相信他一次 就騎上去吧 GOGO 這一片白雪矮的山峰 雖然只有在山頂才有 不過因為台灣的山 綿綿不絕 所以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景觀 就好像是一條龍盤聚在山頂上 騎乘的途中 真的會直接被反光閃到不行 在這邊沒有停留太久 就繼續出發了 繼續往上 雖然說今天的目的是來追雪的 不過今天的台式是假線 那種陽光普照 晴空萬里 天空中甚至連一朵雲都沒有 騎著騎著 可能因為衣服穿太多了 竟然騎到外套下在流汗 很難想像 在這條路上 等等我們會經過 覆蓋著雪的路段 魯特的心中 甚至出現了那種 槓 該不會雪已經融化了吧 因為溫度真的是蠻高的 不過我雖然心裡是這樣想的 但是看到從 山上下來的車輛 引擎蓋上都佔著雪人 所以那種不安心感 很快就忘記了 心中甚至開始變得矛盾起來 因為一方面想要趕快衝到有雪的路段 另一方面 右邊的景色 又讓我不自覺的放慢速度 想一攔這萬里無雲的天空 這一條路 騎了不下50次了 光是去年就來了超過20次 可是每每經過 風景都會隨著當下的心情 而有所改變 懷著這樣的好心情 我們終於到了淵峰 不過出乎我意料的是 管制站往上移了 也就是淵峰現在是沒有管制的 而是改到了昆陽 我現在在淵峰 然後遇到一群觀眾 他們想要上去了 GOGO 衝一波好不好 出發啦出發啦 出發啦出發啦 小心騎小心騎 下雪上來真的是超熱血的 現在來到了淵峰 就是之前有介紹過那個 暗空公園 旁邊就已經 開始隱隱約約有點雪了啦 這邊的路上 有一點沙塵 可能是因為雪退了之後 然後流下來的吧 不過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聽說前幾天的時候 這邊兩邊的山壁 全部都是雪白色的 那今天因為有比較回暖了 所以雪應該是都溶了啦 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繼續往上 上面我剛剛看了一下 那個武林的那個監視器 地上還是有雪的 一點點雪啦 然後他可能有 纏雪車過去纏過了 然後現在是兩邊 還是白色的 也是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等一下 James哥 James哥 James哥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因為我剛才在架360 然後他剛才從我旁邊經過 然後他就這樣不見了 以淵峰作為起點 這一趟的追雪之旅 現在才正式開始 在等James哥上完廁所之後 我們繼續往昏洋前進 在開始往上騎的時候 景色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轉變 所以在一開始出發 心情是會有點低落的 雖然是嘴上說著 看雪的得失心 不需要太重啦 不過今天因為我們是抱著一顆 一定要看到雪的心情上來的 所以想當然 對這件事情 會有一定的期望 而這個期望 也只是比較出來的 因為有了雪景作為目標 這時候雖然右邊的美景 也絲毫不遜色 可是還是會有更大的期待 算是人性的貪婪啦 但是這個低落沒有持續待久 因為沿途終於開始出現白雪了 從一開始 原本只是出現在路旁兩側 少少的白雪 到挺拔的松樹上 這應該是松樹吧 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過沒關係 這些松樹 就像掛上了白色披風的衛飾一樣 站在山腰上 正在守護這座山 整個山腰上 全部都是 現場看 真的超級壯觀的 在騎了大概30分鐘 我們終於來到了昆陽 也遇到了管制 現在來到了 這邊應該是昆陽吧 昆陽停車場 直接整片的雪 踩起來有點像泥土 今天我本來打算要做一件事情 可是我忘記了 就是我本來要買 巧克力醬 或是藍莓醬 上來就直接挖一塊這個好不好 挖一塊這個 塗上去 就直接刻了 可是 這超 這超多人踩過的 我要再上去一點 比較乾淨我才要 這邊吃的應該會拉肚子 可是這個雪 我覺得已經退了很多了 要從昆陽到武嶺上去的話 兩公里 然後大概再走半個小時 所以我們等一下 都來到這邊一定要走上去的 GOGO 現在想起來算是有點後悔 沒有買果薑上去 下次如果還有機會 一定會帶上去的 路邊直接挖一坨來吃 而在把車停好之後 我們也準備和老橘白會合了 因為今天的管制 改到了昆陽 如果要再上去 上面的路況是不允許沒裝雪墊的 汽車 機車 是一定不能上去的 不管你有沒有裝雪墊 為了安全 我們改到老橘白的橘白 老橘白 你今天不一樣了 你叫外國人 你開車來還穿這樣幹嘛 我昨天睡在南山 你昨天睡在南山 你昨天睡在南山 睡車上 很漂亮 很漂亮 所以你的車有裝雪墊 有 真的今天有開車來 你不知道在幹嘛 幹什麼 不是我開車來 你們能上去嗎 雖然很可惜 沒辦法帶個橘白一起玩雪 不過沒關係 下一次我們一定要換另外一個地方賞雪 我們剛才停在昆陽之後 我們的老橘白 來跟我們會合 幹 小橘白 這個老人 你給我開車上來 我他媽傻眼耶 我想去騎甲 因為太遠 可是他管制也只管 只要大玉嶺而已 所以騎走立行是可以的 對吧 我說有理吧 大玉嶺能不能上來 對啊 你要去騎甲 你又不用經過那個 你就台拔繼續往下騎 但是我覺得這種天氣 要是走立 對啦 我們到老橘白的車了 老橘白的雪鏈 弄成這樣 好曲白喔 看來其實我們身邊 都還是需要有一個 愛開車的朋友 不一定要愛騎車 愛開車 然後一年的作用就這一次 上學的時候 然後其實今天 我覺得今天的溫度也不會太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熱 太陽出來之後 其實溫度還蠻高的 因為我現在裡面在流海 你知道我穿了幾件褲子嗎 我剛才穿一件牛仔褲 裡面兩件 衛生褲是不是 一件內大褲刷毛的 刷毛裡面再穿一件健身的哪一種 運動的 緊身的 然後我現在超熱 我是覺得 老橘白要換人擋 衛生褲都穿出來 幹 至少我都賣一次騎車出來好不好 剛剛在水晶宮超可怕的 幾乎沒有前驅車開上來 有一台四船的 只上前面兩門學店 然後衝不上去 然後倒退的時候 四輪通通都在滑 然後差點撞到後面的車 好幾台 我剛才從下面上來的時候 我看到路邊停一台 車頭已經全回了 從昆陽到武嶺的這最後一段路 大概兩公里 如果身邊沒有開車的朋友 可以接應 從昆陽往上走到武嶺 其實比想像中的還要近啦 只需要走大概半個小時而已 所以就算遇到了管制 也不用著急 不妨下車改用步行的方式 不一定要到武嶺 只要看到雪 武不武嶺 其實也沒有那麼重要啦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專程為了雪而來的 一開始的路況 其實蠻好的 不過到了接近武嶺 才知道為什麼要管制 地上的冰雪 已經被壓得很像剉冰的那種型態 冰和水結合在一起 而水又因為冰 沒有辦法排出柏油路 所以這個路況 沒有雪煉 真的不要輕易亂從 現在魯特覺得非常的欣慰 身邊有一個愛開車的朋友真好 他在專業倒車 太感動了太感動了 舒服舒服 這個階梯已經被雪埋一半了 這個階梯已經被雪埋一半了 走的時候還是要小心啊 有點滑 有點滑 有點滑喔 人都到武嶺了 這一次很不一樣的是 我終於往上走到了這個武嶺亭 其實仔細回想 之前經過這邊的時候 都還沒有往上走過 這一次也只是第二次走上這個武嶺亭而已 其實我對於來這個武嶺亭 我是覺得還好啦 不過就是都下雪一定要來一下 我告訴你 為什麼一定要來武嶺亭 為什麼 五年前我跟女朋友在一起 等一下 那女朋友還是現在女朋友嗎 同一個 就跟他上武嶺之後 然後下山在一起了 所以之後我跟他每年幾乎都會上來武嶺一次 每年的9月25號 哇 原來James哥也是有著故事的男人啊 沒關係 雖然我沒有妹子陪我一起來 不過有舉百的陪伴就足夠了 還有一波寒流 這邊應該也會下雪 看到影片一定要過來 真的超漂亮 好啦 然後等一下哈哥要帶我們 繼續往下走 往松雪樓那邊走 GO GO 那往這個武嶺亭的階堤 真的超滑的 堆滿雪了之外 角度已經被踩得像是45度那樣 有來的朋友 如果雪還沒有退 所以爬這個階梯真的要很小心啊 你要不要做個雪人照啊 還是你覺得這是小屁孩在做的事情 也不是小屁孩 就是一個體驗而已 對啊 啊你要去做嗎 哈哈哈哈 不是那你開 到底開上海幹嘛的 我拍完景啦 我飛空拍啦 你有飛了嗎 我有飛啊 那你有申請嗎 有啊我有申請啊 讚 上海武嶺飛要申請喔 簽一個禮拜 他是有申請的 簽一個禮拜 然後可以申請一段時間 可以申請兩個月的間隔啦 我記得 我記得好像 我之前第一次的時候是申請一個月 這裡的景色我覺得跟我 認識的武嶺完全不一樣 認識的武嶺完全不一樣 不是認識的武嶺完全不一樣 就是跟我身體現在的溫度是完全不一樣 喔對阿搭不起來 對他就是有點像是在 國外下雪有沒有 京都下雪那一種 14-15度 下雪的時候不會冷 溶雪的時候才會開始這樣 對對對對對 而且太陽這樣灑下來 真的蠻舒服的 禮拜五趕快來好不好 還有一波 不要後悔了 去玩的武嶺 如果你覺得 只到這邊就滿足了 那就大錯特錯了 真正的景色 現在才正要開始 先幫那些看完前面就關掉的朋友們QQ 我們接下來要繼續往下走 經過武嶺後會來到俗稱水晶宮的地方 那這個水晶宮之所以叫水晶宮 是因為在經過武嶺後的下坡路段 公路的兩邊峭壁邊坡都會有冰柱 所以不難想像為什麼會叫水晶宮了啦 而這個路段在雪季中 是東進武嶺最難開的一個路段 原因除了因為陡上坡之外 路面結冰濕滑 也是會讓車上不去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所以這邊也是會有一些當地的原住民 開著四輪傳動的車 在這邊等待那些需要幫助的旅客 而我們因為準備從武嶺往下切 所以下坡路段算是輕輕鬆鬆就通過了 不過真正難的地方是上坡 所以等等回程的時候 想必一定是一番苦戰 繼續往下走這邊的美景 很多人會把這邊的景象稱作是 噢好像日本喔 天吶這根本是國外 不用出國了阿 我們去台版京都就好 就連魯特剛剛在武嶺都忍不住拿了京都來做比較 那其實對於這種把台灣美景比喻像是國外的景色 在台灣可以說是見怪不怪阿 因為外國的月亮比較遠嘛 不過回過頭來想 魯特更覺得在這邊的景色 就是真正台灣的荷環山雪景 真正道地的台灣風景 不需要拿國外的景點來襯托出那種 台灣美景不輸國外的風景的錯覺 雖然說追雪在台灣真的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 不過在台灣很多地區在冬季 也都是真正正正的在下著雪 而這都是真實存在我們眼前的事物 經過松雪樓之後 我們也正式進入花蓮 一路上看著路邊的路標 被雪冰凍的樣子也是特別有感覺 就好像電影裡面那種 氣候急劇變化 有種末日即將來臨的末日感 現場體驗真的很有感阿 整段行程中沿途的雪景真的超漂亮的 不過如果真的要魯特選一個最漂亮的地點 我覺得在小風口附近的景色 絕對是贏過武嶺的 除了峭壁上的雪 在台灣冷山上覆蓋的雪 更增添了它頑強的生命力 這時候就想到陽萬里的一首十句 都來看雪了 就讓我贏個兩句吧 最愛東山晴厚雪 軟紅光里泳迎山 今天的風景沒有紅光 所以稍微改變一下 最愛玉山晴厚雪 避窮風口陷白山 整片的銀白世界 畫面不管怎麼拍 都是美 最後再開了大概三十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河灣山管理處 在這邊上個廁所吃個保子 我的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 我們現在來到河灣山莊 這邊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片山頭 那一片山頭超像我妹可 桌布 優勝美帝 可能GoPro拍起來有點遠啦 因為廣角 可是現場看起來 哇真的是超漂亮超美的 然後這邊呢整棵樹上 全部都是被冰封的那種 有雪啊結冰那樣的感覺 然後現在我們停在這邊上個廁所 等一下準備繼續出發 GoGo 剛剛我來這邊的時候 這個店員我剛才就覺得他一直在看我 對 然後 然後久後來他現在才跟我 我來買第二個包子的時候 我還在懷疑這不是什麼 就是我 就是我 對對對 幹話師傅 沒有啦沒有幹話啦 一定要的 不錯不錯 上班辛苦了 也不會你也是 切完結很不錯 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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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還去了兩次 真的真的不錯 不錯 不過這個時候真的很不適合騎車 不會不會 不管什麼時候都適合 你沒有還厲害 沒有啦沒有厲害都愛騎 都愛騎 都愛騎愛騎車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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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吃 怎麼都拍我這吃東西好 我剛剛買了一個 和換山莊的包子 包子因為我沒吃午餐 還是太餓 我覺得這包子超好吃的 超想要再吃一個的 可是 老橘白說 他有幫我買那個 上次去南山 加了辣椒 我茶葉蛋 所以我想一想 我還是吃茶葉蛋就好了 在和換山管理處休息了一下之後 我們也準備往回開了 享受著這個最後的美景 因為在過了武嶺之後 我們也就準備要回城了 但是事情永遠不會這麼順利 剛剛有提到 東進武嶺 其實算是比較難開的 因為有陡上的路段 而就算是裝了雪墊的車 也是很有可能會因為卡在雪中 動彈不得 這時候靠的就不是運氣 而是駕駛技巧了 看來身邊除了需要一個愛開車的朋友 這個朋友同時也是需要一點駕駛技巧的 回城的時候再一次經過小風口 一樣感受到這邊的壯闊 其實在平常騎車的時候來 經過了這邊 就會覺得很漂亮了啦 不過多了一層白雪 那種感覺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白雪就像是有一種魔力 讓我們陶醉在這一層不然的純淨中 不過雖然這樣說 但是其他季節的荷環山 魯特還是覺得很漂亮的 因為風景隨著季節改變 不同的時間點上來 才能看到變化多端的荷環山 最後我們還是決定停了一下最後一站 這一個在台14甲線上 33K附近 這也是我們即將停留的最後一個點了 我們現在在台14甲線的33K附近 33.2K 然後這邊呢 整片的牆全部都是白色的 真的超漂亮 然後會反光 所以如果你上來的話呢 還是建議可以戴個墨鏡 因為會蠻刺眼的 像哈哥一樣 像老舉白一樣戴個墨鏡 然後他這個屋頂上面 也是超漂亮的 我怕被他掉下來的冰柱擠落 所以我就不走過去了 然後我們在這邊停了一下之後呢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直接回昆陽了 時間也來到了下午3點 3點半了 差不多要回程了 等一下還要趕回去台中 武嶺的雪 真的是蠻漂亮的啦 非常推薦你如果下一次 還有下雪的話可以過來 真的很棒 台灣怎麼可以這麼的漂亮 很多外國人來台灣 就是為了特地騎車上來武嶺 他們就是說台灣你有山 有海有峽谷 而且在附熱帶的地方 竟然還有雪可以看 這真的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我覺得在台灣真的很幸福 真的很幸福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有海又有山 還有峽谷 對 他那個山也是非常漂亮的 雖然說這真的是有一點季節限定 不是每年都有 可是 只要他有下的時候上來 幹 超值得 這邊很感謝有一種哈位 哈哥提供魯特空拍的畫面 風景壯麗的同時 飛行技術也很厲害阿 說不定下次他就開飛機給你看了 在33K附近 作為今天停留的最後一站 這邊的空拍畫面 更可以感受到陽萬里的 最愛東山晴後雪 那一種軟紅光里泳淫山的意境 雖然時間還不到夕陽時分 不過今天的天空 比較像是碧藍的天空 我一直覺得 這個天空就是提上去的 景色真的很壯闊 雖然要回程了 不過心中還是有一點點那麼的不捨 完全不想要離開這個純白潔淨的世界 離開33K 繼續出發之後 我們也準備挑戰 今天的最後大魔王 水晶弓 跟剛剛完全不一樣的情況是 在下坡的時候 這一個難度毫無感覺 可是到了上坡 可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來到了水晶宮附近 這邊是開車上來 二輪傳動的大魔王 很多人都會在這邊屌恰 我們來看一下 二輪傳動的大魔王 右邊 把窗戶折 我們現在是 二輪傳動的大魔王 你們現在是 他們都不會換 我們這不好兄弟 今天是二輪傳動 阿朗 停 如果你的車上不來的話 他們當地的這邊業者吧 也是開了四輪傳動的 四輪驅動的車在這邊 他們就會停在這邊啦 用意就是如果你開不上去的話呢 他們可以幫你開不上去 很凹進去 抓進去會不得 就雖然它表面上的雪已經中斗了 但是它的底層是一層粉滑的冰 對 就很像是這個 底層就很像是這個粉滑 你的輪胎完全吃不到 底下有浮油熱 沒有抓冰沒有摩擦力 至少都有每一個輪子可以有摩擦力去帶動 對對對 要不然你一定是兩輪一偏整個就滑下去 對 就是滑下去了 不過那個費用的話就是 一次好像是2000塊來2500元 不過沒辦法你都掉下來你也只能這樣 等一下來看一下老橘白 還有開車技術怎麼樣 如果他掉下來的話 我們也就只能付駝車費 對 他不愧是爱开车的男人 他弄一下就过了 好厉害喔 你继续开 你继续开 厉害厉害 技术太好了 我原本想说 应该要脱了啦 不过 看来开车选路线也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厉害超有耶 帮你超强的耶 幸好我们有老几百 连那个原住民的朋友都跟他说 他跟他佩服耶 哈哈哈哈 一起看哈哥 对 强 就是强 厉害厉害 经过了水晶工之后 我们也从五岭回到了昆阳停车场 在把雪链拆下来之后 也就正式宣告这一次一日五岭追雪结束了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 回到了昆阳的停车场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雪链给他拆掉 等一下就把他拆下来 两边都拆下来 然后车子往前开 讲是讲的很容易啊 不过拆的时候是蛮难拆的 好了 现在我们也把雪链全部卸下来了 诶你的开车技术让我有经验到 下次你说给你三四Code的机会说 你要开车我不会嘴你 哈哈哈哈 他现在有资格说他要开车来了 因为他真的很会开 哈哈哈哈 好啦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橘白好不好 诶真的很巧在这边碰到你 对啊好巧喔 昨天晚上就约了 对 有算约吗 其实也没有约 我只是说我今天可能会上来 然后我就跟你讲说 我现在要出发了 对对对对对 昨天晚上我跟他说 我可能明天会上来五岭看雪 然后他马上就出发了 他知道我们今天没办法上去 所以他开车来接驳我们 然后今天还有很感谢我们的 极限专卖 James哥 James哥好不好 好玩吗 好玩 永生难忘 永生难忘吗 跟五年前比起来勒 因为五年前只是顶多到 五岭而已 哦你没有再往下走过 对而且今天是我第一次 搭车上合幻上五岭 然后下到那个 合幻山庄 对对对对 其实今天 其实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搭车去五岭 就是搭别的车 然后走去 就是开去五岭这样 之前从来就没有过 然后我也觉得这很漂亮 非常推荐大家啦 拜拜 要回家了 拜拜 感谢我们的 回家了 集回台北 真男人 一路集回台北 对 开回台中臭不心 开开回台 好好喔 都有国道六号可以开 羡慕 好啦 走了 拜拜 拜拜 虽然没办法把举白骑上去 不过开着车上去 也是很有另外一种特别的感觉啦 我想在有了这次的经验之后 如果下次再有还没有来 一定还是要去其他的地方追寻 而太平山 就是我下一个想去的地方 因为那边 还有我上一次没有走完的 剑情怀骨步道 最后 在这边也提醒大家 在出发前 一定要做好功课 不管是保暖衣物 还是路况资讯 才不会扫兴而归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啰 如果看完这部影片 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喔 我是鲁特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